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上午还在训练的 身体还不错 就是身体身体状态其实还不错 就是伤的伤病的影响其实基本已经不太大了 然后我找一个体能老师主要是想就是在休赛期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有一个更好的保障 对 我们休赛期都是在这边 也算是一个半个家吧 这边 因为一年有半年的时间也都在这儿度过了 今年联赛 然后就是时间也比较漫长 中间其实经历了也很 中间停赛了很长时间 然后包括我的状态 然后也是从一开始可能有一些表现比较好 然后到中间有一些被针对 然后有一些受伤 然后再到最后就是可能跟着球队一块 有一些创造的历史吧 我觉得跌宕起伏形容来比较合适 现在肯定会放松很多 就是因为第一场比赛站在场上的时候 就是腿真的是有一些发抖 就真的是有一些发抖 然后很紧张 然后就是一直其实打到最后的时候 然后才会慢慢好一些 当然现在的话 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我觉得我遇到新秀祥还挺快的 就是可能在联赛的五六场 那个样子 然后就开始有一些感觉了 然后当时就一直很迷茫 对 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做 然后就是在场上就会很懵 然后就是感觉就没有了自信 然后就不知道该做什么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 可能是每一个就是刚进入到联盟的球员 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吧 新秀祥那时候 教练就一直在鼓励我 然后就是经常会跟我单独的就是聊天嘛 然后会开导我 然后帮我很顺利地度过这个新秀祥比较快地适应 然后尤其是在复赛后 复赛后也是其实就是身体上有一些伤命 然后其实影响还挺大的 但是教练也一直给我机会 就是哪怕我状态不好 我就是就是在场上发挥的作用有限 能力有限 然后但是也会一直经常 然后让我在场上去保持这个状态 然后让我帮助我尽早地给我恢复时间 之前了解的都是一个球员的身份嘛 其实就是对于教练的他也是一个全新的认识 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就是非常负责 认真 然后就是有责任心 有激情的一个教练 因为他也是第一年做教练去年 然后他最大的特点 其实就是可以把我们所有人融合在一起 然后用他的态度来感染我们 然后让我们在场上有一个更好的专注度 执行力 我觉得最大的成长还是在就是心理上吧 因为是其实去年是从第一年就是进入职业联赛 从学生到职业的这个转变 其实跨度是非常大的 然后我也用了非常久的时间去适应 然后包括联赛 一直到第一年结束之后 然后才有一个时间去静下来 然后去回顾这个整年的这个过程 这个比赛 然后去适应 然后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的开始 网上这么多批评的声音 如果不积极的话 怎么生活 怎么接着打呀 现在有没有觉得这种声音慢慢的变少 也没有吧 我觉得慢慢的变多了好像 有时候会看一些 因为不会刻意的去看嘛 但是经常会上网 会浏览一些信息嘛 然后也会去看到一些相关的内容 跟大学的时候 关注度会有一些变多嘛 然后议论也会比较多 所以就是有一点不适应吧 但是其实很快就调整过来了 如果看到批评就很正常啊 其实因为大家对你有期望 有希望 就是对你有更高的期盼 所以才他会 才会去对你有一些不满 这是从最根本反映出 其实大家对你还是有希望的嘛 黄中龙师俱乐部 选择了来自北京大学的朱明正 但是国头俱乐部 选择来自北京大学的张英 其实他们的实力我非常了解 他们只需要做的是 就是准备好心理这个层面 因为去会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实力在场上是没有问题的 就打球就是打球嘛 你就别的就不要管 就是简单一点 就是就臭不要脸 后面有千千万万的大学生在看着我 然后我可以为他们做一个榜样 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我是非常荣幸和骄傲的 今年补强的球员其实都是联赛里的前辈了嘛 都非常有实力 非常有经验 包括他们以前很多都做过队友 所以都非常熟悉 我觉得他们来了本身就是一个很有默契的一个团队 可能更多的是我需要去适应这些前辈的打法 不能以那个一年级 二年级来论嘛 我觉得我这个年龄在联盟里 已经是需要到一个 就是需要去承担球队任务的这个责任 有这个责任的这个年龄了 我觉得还是需要承担更多一些 不管是在集训队 还是在北控俱乐部里面 我没有预期 就是我觉得我可以 然后 对 等哪一天我真的觉得我可能好像真的就到这儿了 那就再说吧 但是目前来说 我觉得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去挖掘一下 所有篮球人的梦想或者是他追逐的目标都是一个最后的冠军嘛 因为其实在竞技体制里 就是你不是一 那就是失败 哪怕你是二 就是这种 只要不是第一 你就是输了 我觉得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 然后因为其实联赛这么长 肯定不会是一帆风策的 但是只要我们队员 教练 然后包括所有人 团结在一起 然后我们一定会攻克每一个难关 好简单 好简单 好的 好简单 好简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